其实昨天就是在拍摄现场 我们全部都就是听说了 这个很难过的一件消息啦 然后大家都其实跟文勇大哥合作过 也合作过蛮多次的 然后我的导演那时候 就昨天的导演是明哲 然后我们看到他落泪了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也蛮难过的啦 因为跟我勇大哥合作过 就几次了 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资深 很专业的一个前辈 然后跟他对戏的时候 我觉得每一次跟他演戏都会很开心 整个气氛都会很 就是很开心很欢乐 就是大家都会很愉快 然后他都会开玩笑啊 跟大家玩啊 然后他很可爱 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拍995的时候 我们要办鬼脸啊 然后他都会很很就是很愿意跟大家一起玩 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同我的一个前辈 然后我印象中就是当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都会听我都会为我说话 然后会觉得很尊重他 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一个前辈 所以你也是昨晚才知道他得到这癌症的这样子 对 因为之前就是看到他上节目然后报寿 大家都会很关心的问 可是他都很低调 然后也不会跟大家透露很多 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他的境况如何 对 虽然我们就是同事之间都一直有问 就是有没有听说文勇大哥的境况 可是大家其实很不是都不是非常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就是跟他比较亲的人都会知道 可是他们也会为他就是帮他保守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他想要低调也有他自己的原因 所以我们都会尊重就是他的意愿吧 所以你最后一次见到他也是去年那个 就是那个那时候 对对对 之后就再也没有再见到文勇大哥 然后我记得就是在金马伦拍电影的时候 他刚刚好也在那边带团 对然后也在那边碰面 那时候他也瘦了蛮多的 可是他只是说就是细菌感染 所以他说应该很快就会好起来 然后之后就是那个戏剧的那个台庆的活动 然后大家都看到他再瘦下来 对所以大家都蛮关注他蛮关心他的 然后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文勇大哥说 是想要跟他说 就很感激他 对因为跟他拍戏的时候 感受到他对我们的关怀 然后我很感激他就是会那么的疼我 我会记得他就是帮我说话 然后听我的时候 也会记得就是跟他拍戏的过程 我觉得他非常的专业 然后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我要在他身上学到他的开朗 他的那种感染力 就是可以 就是让整场就是拍摄现场的人都很开心 拍摄的过程会很开心 我觉得这一点我 很想就是能够做到